天空蓝圆润饱满的小料子 适合什么题材 这时候有人会建议了 料子如此圆润 正好马上兔年 那就做一只兔子迎接新年 通透 其实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做一只兔子 但是最有的想法是做一只皮修 细看料子底色蓝味十足 完美度极高 扒到了马脑底的品质 不管做什么类型的瑞兽都非常适合 皮修是上古易兽 是一种凶猛的祥瑞之兽 有口无钢 与一指进不出 我们易改传统的皮修题材 以极简为风格 设计一只懵懂可爱的皮修 叼着一枚古彩笛 与一以四面八方制裁为实 招菜聚榜 辟邪转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